来吧,有请我们今天的五号选手 带着家乡的特产 来到越战越勇的舞台 有请 大哥您好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迪宦然 来自黑龙江省本的央视 今年62周岁 先确认一下 刚才说那个靳博胡也是对的 对 恭喜江涛老师 又获得了我们今天的第五号选品 那迪大哥从咱们东北 带点什么家乡特产来 我带的礼物是 胆量挑战 胆量 带来的礼物是一个胆量的挑战 我喜欢探险 所以别人就送我一个外号 叫迪大胆 所以你也希望将这个胆量 在我们现场分享 对不对 不完了 今天我今天 江涛老师 想试试你的胆量 大哥一看就是恋家的 一看就是恋家的 全国观众看着呢 对不对 展示你英雄本色的时候到了 来,掌声有请江涛老师 上台挑战 我120已经叫好了 你放心吧 故意猜 猜不对 接下来请看我们迪大哥的挑战 你看你能不能模仿一下 哇,这个太厉害了 哇,这个太厉害了 哇,倒立 哎呦 哇 跳水,这太厉害了 这个 你这太厉害了 这挑战不了 你能气吗 哦,我气不了 我曾经蹦过鸡 哎呦,他太牛了 哦 这是真,勇敢者 哎呀,这个太牛了 这个我不敢 小弟先行了 刚才您这项挑战叫 飞跃瀑布 哦 飞跃 这好像都挺高的 十二米多 十二米多 十二米左右 这景色还挺漂亮的 就是刚才我们猜到的那个叫 静波湖 静波湖 因为今天每位选手来嘛 都要为自己的家乡代言 那你的宝藏家乡就是牡丹江 牡丹江 你给大家推荐的景点 就是静波湖 静波湖 对不对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上静波湖呢 主要呢 就是 主要去观赏呢 就是两个景点 第一个景点就是 吊水楼瀑布 也叫黑龙潭瀑布 吊水楼瀑布 哎 这是个蛮语 蛮语 把瀑布就叫成那个吊水 我看还有点发黄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 这个发黄上 就是如果洪水期的时候 那个水就是红色的 都是 不仅是这个发黄 所以它有不同的颜色 对 不同颜色 好 这是第一个景点 对吗 对 第一个景点 第二个景点是 第二个景点的就是我了 您是景点 什么意思 如果你要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 我这有证据 你得看看 这个给大家看看 这门票 这门票印的都是您了 对 都是我这个吊水 看着月 真漂亮 对 这是冬天跳 这是浮水大手跳 所以现在你就是 敬伯湖的形象代言人 对吧 对 一拍到这个湖 一拍到吊水楼 这个瀑布 都得带着您 这个门票是2008年 在2008年就开始 就是敬伯湖就开始分级 用我的那个 用我的那个头像 做成那个门票 对 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以前就是一个开车司机 不是从事体育运动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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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项活动是 也越越好 因为从小就喜欢游泳 这个跳水呢 实际是从一个偶然的机会 才开始那个从事跳水的 什么时候开始 1983年嘛 因为在这之前呢 我们呢 就是每年都去上那个 敬伯湖去游湖 当时上敬伯湖游湖 那时候就是来回 上敬伯湖去游泳 上敬伯来回那个过湖游泳 但是每年就是 年回年去就是游泳 就是游到一定时候 就疲劳了 就是对这个游泳 就没有那个太大兴趣 不刺激 不刺激了 后来呢 就发现了呢 就这个瀑布 这个景点最好 就想在瀑布里呢 游泳 那时候就没有想到跳的 就我能在瀑布里游泳 那就是最大的展示了 结果呢 就有个传说 就是啥 就说那个从这个瀑布 就是刚才说 从那个瀑布顶上 落一个原木呢 就被水砸成粉末了 原木 从上游 顺着瀑布下来 顺着瀑布下来 到下面就变成粉末了 变成粉末了 所以几次想去游泳呢 都没有游成啊 就让这个恐怖的 这个传说就给吓住了 结果就是说 也就是说 1983年6月份的 有一个星期天 就亲自去到那个 静谱湖 就想要去 在那个深潭里 游一次游 结果呢 我下去呢 一游泳的时候呢 当时我下去 就往里游泳 游泳的时候 就往那个水的那个 中间就游过去了 根本就不像他们说的那样 这水又是往里面 一游泳就把人吸进去了 不是那样 结果呢 不行 不行 我要这次 不光是那个 为了游泳 我就非要 就是那个 游到那个瀑布里 流水的地方 看那个水砸在我的身上 究竟什么感觉 结果当我流到 瀑布最边上的时候 离得有四五秒的时候 我就犹豫了 因为啥 那个传熟的阴影 就出现了 但是一想 因为我来 就是为了 接这个谜底的 那怎么办 就干脆 就胆 就撞着胆子 就游过去了 一游到水 当水第一次接受水 砸到身上一看 哎呀 这无非就是淋浴 再往里接近 再往里接近时呢 那个感觉啥呢 就像高压刺水箱 刺在自己身上一样 但是呢 我能承受得了 哎 就是一摸那个 那个火山庸檐呢 关键是火山庸檐不滑 就说这个不滑呀 它成全了我 它带风我眼 它风我眼这样 当时就想 如果我要是 顶着水 从这个悬崖上爬上去 要顶水爬上去 你要从下边爬上去 对 当时就这么想 就当时就想到就做到 我就顶水寸的那个 悬崖就爬上去了 哦呦 当爬到一半的时候 一看有一个落脚点 就撞过就是 这个落脚点是个平 这个一个是个平面 我能跳水 当时我就撞过了以后 就站在那个平面上 就飞了下去 所以这一飞呢 就整个把这个传说呢 给打破了 打破了 击碎了 后来不仅说在这第一 后来就经常去跳 不仅在第一次跳 而且还在顶上跳 那后来怎么把您 跳水的这个照片 印到了景区的门票上了呢 就由于我经常去跳水 就形成了一个 银行的景点 人形的景点 大家是奔着您跳水去 是不是呢 就很多人呢 就是只要我一去跳水 一去是我跳水 就全都来了 所以当时静母湖领导 就决定 所以就跟我说 说你干脆就上这 就上这来 进行跳水表演嘛 后来由于我那个 给这跳水 就是跳了 跳了这么多年 静母湖呢 就我们能量是有一个特批 就按特殊文才招聘 我就成为静母湖景区的 远古龙了 这么来的 来我们送上掌声 所以也是抱着 对这个大自然的 这种好奇心 一步一步地接近真相 也不是非常冒险的 是一点点去 对对对 去探索 对对对 直到确定了安全的情况下 你才来尝试 因为这个必须得经过 这个平时的训练 我的宗旨是啥呢 就一定要安全第一 我要做一个探险家 我绝不做一个啥呢 到处悬要 吹牛的冒险者 说得好 所以虽然看起来 是很冒险的挑战 但其实是经过 认真的准备 仔细地勘查之后 才做出最终的决定 对对对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 这也是非常 谨慎的一个挑战 对吧 对 所以到目前为止 咱们迪大哥 已经成功地 进行了很多次挑战 也挑战了不同的景区 不同的瀑布 据说还取得过 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是吗 对 我在2008年的10月份 在静姆湖 就创造了世界最高瀑布 跳水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还挑战过哪些场景 什么满江大桥 哈尔滨松满江大桥 黄河湖口瀑布 还有天均的海河解放桥 所以现在挑战 其实不仅是身体上的 一种需求 更多说是心理上的 一种挑战 对吧 现在每天跳水 就不因为它是一种跳水了 我因为现在跳水 就是一种飞跃 人们常说说 我又飞跃大自然 我又拥抱大自然 但是像迪大哥这样 坚持39年如一日 完成这样的挑战 而且是在自己的身体 相关各项方面 都能够承受的情况下 去展现人体的极限 掌声送给迪大哥 39年的坚持 39年的拼搏 其实您已经和家乡的美景 融为一体 就像那张门票一样 希望您继续坚持下去 加油 好吗 好 今天对于您来讲 又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跟过去跳水不一样了 今天来挑战唱歌的舞台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 好 好吗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